这个穿着朴素的男人 竟是个身价千万的老总 但却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男人吃完馄饨准备走 却被眼尖的老板娘叫住 男人听后没有说话 掏出钱给了老板 男人头也不回潇洒离去 这是一个男人走过来告诉老板 刚才那个人吃饭钱就给过钱了 原来男人叫丁元英 是个思维逆于常人 又对世俗文化无限包容的人 就在不久之前 他在柏林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 在极短的时间内 把资产翻了一倍 然而在分红会议上 又突然宣布将私募基金解散 因此尝不到甜头的德国人 将他的所有利润冻结三年 五年内不能进入股市作为惩罚 丁元英同意了这个决议 只从巨额资产中取走八万美金 作为生活费 而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 不想看到外国人 这么容易把国人的钱赚走 回到国内 丁元英准备到古城归影三年 临走前 他把自己的爱车和六万美金给了妹妹 不过这些钱不能乱花 这是专款专用的钱 一万是用在汽车的日常费用 五万用在父母生病时候应急 这个钱雷达不动 他只给自己留了两万美金 作为这三年的日常开销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丁元英是个大孝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这时 他的好友韩楚风的夫人找到了丁元英 嫂子见这里人多眼砸 没说一句话便离开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丁元英一眼就猜透了这点心思 急匆匆追了上去 原来嫂子的弟弟年轻气盛 在歌厅和一个绰号叫胡老宋的打架 用刀子把人的脸给划了 对方要求赔偿二十万 韩楚风本来就对这个弟弟有看法 没办法的嫂子只能求助丁元英 丁元英听后没有半点犹豫 对不起嫂子 我只能给你十五万 十五万够了 我自己还有点钱 好 那我这就给你取钱 晚上跟楚风约了喝酒 怕没时间了 就这样 按照当时的汇率 丁元英给自己留的两万美金 只剩下了两万多人民币 不过他就是这样 为了朋友两位插刀 到了晚上 郑天集团副总裁之一的韩楚风 为寻求尚未向丁元英支招 丁元英告诉他 先让其他两个副总裁内斗 等他们两败俱伤就是你胜利的时刻 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 企业必然会蒙受损失 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权威 否则你一登上拳台 就会促使他们先结成联盟 你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他们要是不内耗呢 这是文化属性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准 尽管丁元英说的头头是道 毕竟现在还没有实现 于是韩楚风以一辆宝马和丁元英打赌 此时的丁元英就像一个孤独求败的傲视王者 急需一个清闲之地修身养性 于是秘书肖亚文委托在古城的好友瑞小丹租了一间房 身价千万的丁元英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 看着眼前没有空调 还是被晒透了的顶层 手下以为丁元英会不满意 谁知他却截然相反 此时的小丹还不知道这个男人的实力 临走掏出一张名片给了丁元英 有事情可以打电话让他帮忙 小丹以为丁元英过不了几天就会找他 然而丁元英是个奇人眼 他并不要求物质的享受 精神洗涤才是一生的追求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时间里 除了吃饭足不出户 在聊天室和网友畅聊佛学 靠着四十万的音响陶冶情操 韩楚风也按照丁元英的预想 顺利当上了天正集团的总裁 一转眼到了年底 小丹接到亚文的电话 告诉他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 聊着聊着说起了丁元英 让小丹想起来还有这个人的存在 于是拨通了丁元英的电话 是丁先生吗 你好 我是瑞小丹 哦 是瑞小姐啊 你好你好 有事吗 不是我有事吗 是你有事吗 春节我不回家 一切都很好 谢谢谢谢 再见 再见 一句有事吗 可以看出丁元英从前意识里 就没想过要人帮忙 但毕竟是东道主 在大年三十这天上门问候 也是一种常理 小丹在楼梯间遇见了 买泡面回来的丁元英 一个曾经叱咤商业的风云人物 竟在过年的时候吃泡面 小丹让他买点饺子之类的速冻食品 就这样挺好 没别的事 工作忙提前过来给你拜个年 哎呀 虎拜虎拜 谢谢啊 那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都挺好 谢谢 这一波商业护棚让小丹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也就在这一天 远在老家的丁爸突然晕倒 接到电话的丁元英拿走仅剩的这点钱 急匆匆赶回了老家 您能确定即便救活的也是植物人吗 我不能用确定这个词 当然 靠呼吸机维持半年的也有 连护工在助元费花了六十多万 那是有钱的人家 如果花六十万可以维持父亲半年的寿命 你会怎么做 他说 那我怎么做才能让我父亲死 只有丁元英这种人才会说出这种不孝的话 中国没有安乐死的地方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这里是医院 只要病人没有死亡 只要病人在账上还有钱 医生就要继续治疗 医院和患者两种现实情况在这一刻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在处理孝的问题上 丁元英的离经叛道使亲人们不能接受 兄弟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丁元英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想到父亲还是大哥和妹妹的爹 那么一定会想到让他俩分担责任 这么一来三人之间会开始互相推脱 反之会尽全力照顾父亲 大哥认为妹妹在家照看父母 将来的遗产都是他的 丁元英提出了疑问 如果父母没有遗产又该怎么办 在原则的问题上 丁元英决定一人独揽父亲的医疗费 大哥知道说不过二弟 还不是因为有钱说话才大气粗 丁元英告诉他没钱的家庭多了去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行 当初给妹妹的六万美金还没花完 在还没有确定父亲是植物人之前 绝不能放弃 如果真的是无力回天 丁元英就亲手拔掉父亲的氧气管 这让大哥直接怒火中烧 他就算砸锅卖铁 也不能让村民戳丁家的脊梁补 但丁元英接下来的一番话也很有道理 如果我孝顺的口碑是以我父亲的痛苦和尊严为条件的话 我就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东西 母亲这时候也听不下去了 开始指责丁元英的不是 养儿子为了什么 不就是老的时候有人照顾 传统成见已经刻入了他们的脑子里 这句话差点气的母亲早走一步 丁元英超神的思想让他无法融入这个家 他不想看到父亲饱受痛苦又没有希望的折磨 父亲似乎明白他的这个心思 没等儿子拔管子 独自前往了天国 处理完父亲后世的丁元英已经穷困潦倒 于是开始变卖他的原版唱片 商贩刘兵看后也十分兴奋 联盟带骗以50元一张的价格收了21张 丁元英并没有说话 钱多钱少对他来说只是个数字 转眼刘兵就把这些唱片以80元的价格 转给了卖音响的好友叶小明 他也被这完美的音质折服 很快一年的时间已到 小丹来找丁元英询问房子续租的情况 当他走到楼梯间的时候 被屋里传来的美妙音乐吸引 说出了情况之后 丁元英把变卖唱片的7200元给了小丹 事情办妥之后 小丹提出能不能再听一下音响 美女的要求怎能不答应 丁元英毫不犹豫拿出了珍藏的天国的女儿 可以抽烟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会抽烟 桌上有 你请 这是瑞小丹和丁元英相识相恋最重要的一幕 小丹毫不犹豫点燃了一支烟 让见多识广的丁元英也有些错了 丁元英又微笑化解尴尬 顺势打开了音响 一种纯净 让灵魂深处站立的声音瞬间将瑞小丹包围 情不自禁陶醉其中 七七四十九分钟之后 丁元英关掉了音乐 这是小丹走过来仔细观察眼前的音响 询问丁元英这个多少钱 丁元英一脸笑意 她不想打击一个对音乐执着的女人 说得几万块 起初小丹并没有放在心上 回到家里 迫不及待把光盘放进了电脑主机 刚听了几秒钟 廉价的音质让她没有了听下去的欲望 将光盘取出来的同时 脑子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也要买一套音响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小丹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上班时间开着警车满谷城疯狂的搜寻 这天她又来到了叶小明的店里 叶小明没想到镇店之宝都没能镇住顾客 小丹也十分肯定自己的听觉 这天在会议的时候 小丹根本没有在听局长讲了什么 此时她全神贯注 在本上学习音响知识 局长见她低头不语 以为认识到了错误 当场宣布对她停止检查通报批评的处理 并让小丹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可小丹根本没有听尽一句话 小丹答非所问瞬间暴露了自己 向不向上学时候的你 恨铁不成钢 局长让小丹单独留下 当小丹看过处理决定之后 内心没有丝毫波澜 毫不犹豫掏出手铐配枪 停职15天 让小丹可以一心一意寻找音响 这天她又找到叶小明 想照着丁元英的音响 配置一套差不多的 叶小明当场夸下海口 在古城稍有钟 还没有她不知道的大神 于是跟着小丹来到了丁元英家里 当看到眼前的音响时 叶小明一脸的震撼 没想到天外有天 音响外有音响 360度无死角仔细观察这款音响 随后一首流浪者之歌 让叶小明彻底疯狂 这个男人拥有一套价值40万的音响 超牛叉的音质听得叶小明和小丹是激情澎湃 两人完全沉浸其中 不能自拔 九九八十一分钟之后 丁元英关上了音响 叶小明才回过神来 临走时借走了这张唱片 一路上叶小明沉默不语 在车子停下的瞬间 他才恍然大悟 他告诉小丹那套音响 可不是四万块钱能买到的 起码后面还得加个零 能将音响玩得如此出神入化 绝对是至尊稍有 还把丁元英变卖唱片的事 告诉给了小丹 如果不是遇到了事情 肯定不会变卖这些珍藏的唱片 小丹也没想到丁元英会落魄到现在的境地 于是怒气冲冲来到丁元英家 两人四目对视 小丹却没有说一句话转身就走 他恨丁元英没有说出实情 也恨自己作为东道主 对客人照顾不周 于是找到开饭馆的好友欧阳素股 丁元英那套音响四十多万 我今天处丑出大了 丁元英把自己唱片变卖了 人都难到这份上了 我这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以后怎么跟雅雲交代啊 思来想去之后 小丹想到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 他找来几名文人作陪 请丁元英吃饭陪不试 丁元英本不想来 但下午小丹把自己的处理报告甩在面前 为了影响命运被停职 这种执着的精神惊天地气鬼神 丁元英认为这顿饭必须吃 刚坐到酒桌上 几人大眼瞪小眼 为了化解这种尴尬 小丹先发志愿 以茶带酒喝下了第一杯 有了开头 后面就像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是欧阳雪 丁元英也是一口闷了 就这样 在场的其他人都找了个理由 和丁元英干了一杯 六杯酒下肚 丁元英已经有些小醉 为了化解这沉闷的气氛 中间的潜力地中 还想了一个损招饮酒做事 谁坐不上来自罚一杯 是个商人 吴文诺诺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么做无非是想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 看着已经醉得八分的丁元英 他们知道这个丑出定了 这时丁元英来了精神 让服务员拿过来六个酒杯 男人在酒桌上被围剿 今天是大家抬举我 我呢 每人再回敬一杯 表示感谢 只是喝完这六杯 就让我走 别让我在这儿挡下 好歹留块布片 让我遮着袖 此话一出 欧阳雪是第一个反对 今天他可是这场酒宴的主角 此时丁元英看了一眼小单 从他的眼神里似乎在表达 要把这招给接下来 于是在众人面前开始了自嘲 说的什么意思 反正我是一句没听懂 不过这几句话已经让小丹十分兴奋 丁元英滔滔不绝 此时他懒如师魔一般盘踞在包房 其他人都听得如痴如醉 我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地中海看着这些词是无地自容 自己一个堂堂的文化人竟被生意人秒杀 于是将旁边二人的酒倒入自己的杯中 一口连杆三杯表达对丁元英的歉意和崇敬 喝完便知趣地离开了 其他两个人也灰溜溜走了 小丹赶忙追出去问个明白 送走了三个文化人 欧阳雪回到包房一脸严肃 让丁元英把一千的饭钱给劫了 丁元英没有说话开始数钱 丁元英所信把全部钞票都扔在了桌上 欧阳雪本来是想为小丹报仇 可丁元英的一手自嘲 让小丹看他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这才迫使欧阳故意刁难 不过既然丁元英主动求劳 欧阳雪也不为难 说一句好听话就放他走 丁元英看了一眼小丹 小丹满怀期待的目光 让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他给欧阳指了一条财路 按他说的买只股票 在明年指定的时间再抛掉 如果挣不到一倍以上的钱 他的钉字倒着写 至于挣多少 就要看有多少本钱了 欧阳雪也是性情中人 当场愿意拿出全部加档50万 不过他也知道赔不起 于是丁元英便用自己40万的音响做担保 折就算20万 欧阳对音响并不敢冒 如果真的想玩 让丁元英拿20万现金担保 丁元英思索片刻决定打个电话 欧阳随手把电话拿了过去 电话刚响了一声 旁边的小丹立即挂断了这个电话 他这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了 20万我给他 小丹被丁元英的学识和气度折服 承诺5天之内凑齐20万 欧阳也撂下狠话 20天之后凑齐50万本金 就这样 一场鸿门宴最后以丁元英大获全胜收场 当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会有什么反应 为了给丁元英凑齐20万 瑞小丹主动和多年未联系的父亲取得了联系 第二天就飞往杭州 向知名导演父亲借了20万现金 回来之后 他又给丁元英张漏房子的事情 租了一套南北通透的公寓 接着又找到卖唱片的刘斌 以3000亿的价格 将丁元英卖的唱片全部买了回来 随后把20万现金摆在丁元英面前 这让丁元英十分惊讶 一句玩笑话尽当了真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丁元英竟被说得哑口无言 因为丁元英一句不适应 小丹戒掉了多年的烟瘾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吗 此时的丁元英手足无措 他似乎感觉到小丹爱上了自己 这让丁元英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 丁元英是一个从骨子里害怕女人的人 他害怕自己伤了这个女人的心 他以好意拒绝 但小丹已经下定了决心 随后拿出来收集回来的唱片 并拿出来一万块钱 如果还需要卖唱片 直接卖给他就好 接着把新房子的钥匙放在了桌上 丁元英害怕了 他说 不要紧 我还没有装枪做事 到可以无事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个东西 天之地之 不会有结果 即便是呼之欲出 你也讲不出 因为一说就错 这就像法律 不能单纯以推理来定罪 得允许他在可能和事实之间 存取一个演变的过程 这时搬家公司的敲门声 打断了这场谈判 丁元英不知所措 只能默默接受 第二天小丹就坐火车赶到了北京 而接他的人 正是天正集团总裁韩楚风 韩楚风用最高的规格 接待了小丹 而这全都是因为 丁元英是韩楚风的朋友 中午的时候 小丹和亚文见了面 当小丹说自己爱上了丁元英 亚文并没有吃惊 那剩下的不用想了 等着下地狱吧 亚文给丁元英做过一年的助理 他对他在清楚不过 他从骨子里就对女人害怕 也就是鄙视 站在女人的角度 丁元英并不找女人喜欢 不舍贵 没有女人想要的那些东西 这种人只能定位在熟人 或者朋友的位置上才有意义 距离再近 这点价值就毁掉了 小丹却并不在意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与此同时身在古城的丁元英来面馆吃面 男人来到一家面馆点了一份干拌面 老板见他经常下馆子 于是问他在哪发财 没工作 做大妹妹的吧 他是我妹妹的 您要是不嫌弃 我上您这打工来 老板听后就气不打一出来 这么大人 说不着调 光是不打货 丁元英听后并没有理会 像面馆老板这种半辈子 活在有限的圈子里 只会用自己的方式谋生 不然就是混子 与此同时小丹一人来到正天大厦 他逛遍了整个商场 千元以上的衣服让他望而去 当他来到商城门口 被保安拦住了去路 原来韩楚风已经安排总经理 在外面等候 与此同时保安把一个箱子搬到了车上 起初小丹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当他回到酒店之后 司机搬着箱子也跟了上来 原来小丹下午逛商场的时候 有人悄悄跟在他的身后 把他看过的衣服全部买了下来 一共多少钱 大概有两万三 小丹听后并没有为难司机 他知道这都是丁元英的面子 到了晚上 韩楚风带小丹来到餐厅 韩楚风却把小丹当成一个接近丁元英的世俗的花片 你和我坐在一张桌子上谈论丁元英 你凭什么 我以为丁元英第一个能想到可以开口借钱的人 该是君子之交 原来也是个攀龙富凤的角色 既然我来了 我就自当尊重您的高贵 只是我无以为凭 直去了 告辞 慢 小丹的这番话改变了韩楚风对他的认识 此无以为凭就是凭证 韩楚风从新接代了新认识的小丹 刚坐下来小丹就先发致人 住饭店送衣服到这来吃饭 我还没有给丁元英脱呢 你就给我扔了一块骨头 很有上流社会的风度 如此一说 我还不如一只花瓶 充其量当了一回你们男人之间挥洒交情的酒瓶 这番话彻底感动了韩楚风 他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 在与韩楚风的交谈中 小丹认识到和丁元英的距离 两人虽近在咫尺却又很遥远 而身在北京的丁元英 此时正一人吃着清汤面 对他来说有口饭吃就已经很满足了 第二天事情办妥之后 小丹开走了韩楚风打赌输掉的这辆宝马轿车 回到古城他先找到了丁元英 把韩楚风给他的五万块钱给了他 并拿出来宝马车钥匙 韩楚风知道丁元英不会开车 他这么做事让小丹给他开车 用一种含蓄又恰到好处的方式 向丁元英承认小丹的存在 从家里出来之后小丹来到菜市场买菜 准备晚上大显身手 随后又洗了一个澡 化了一个淡妆 在这几个小时里丁元英坐在房里一直抽着烟 他静静等待小丹的进攻 一直等到晚上外面倾盆大雨 小丹在楼下等候多时 再去小丹住处的路上 两人一言未发 当坐在小丹家里的沙发上 丁元英的心里十分忐忑 他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 在吃饭的时候 小丹的一番话意味深长 我想以后我们这样坐在一起的机会该是没有了 今天请你来不为别的 就为旅行个程序 话刚说完 小丹静止朝楼上走去 女人身穿浴袍缓缓走来 这让丁元英一脸的惊讶 他似乎已经预示到了危险 就在这时 小丹做出来一个大胆的举动 看着面前楚楚动人的瑞小丹 丁元英内心没有丝毫波澜 我把一个女人所能及的事情都做了 包括我的廉耻 和可能被你认为的 以后 我就不遗憾了 看着丁元英无动于衷 小丹接着说道 现在你可以走了 结束了 我是人 而且还没有进化到此时此刻可以无事本当 但是我丁元英何德何能 甘领受伤仓给予这样的恩赐 接着丁元英起身捡起地上的玉袍 披在了小丹身上 你是一块玉 但我不是匠人 我不过是一个略懂投机之道的混子 你要求的是一种雄性文化的魂 你让我用灵魂 而不是文字去理解女人的圣洁 谢谢你们这样评价 丁元英把两人的关系看得十分透彻 他做到了一个正常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说完转身离去 丁元英的离去让小丹心碎 将两人隔在了两个世杰 他趴在床上伤心痛苦 但也让他更加深了对丁元英的爱恋和敬重 这天 冯世杰来找小丹 给小丹做的鸡柜和银箱已经做好 他想让小丹去场里看看 小丹爽快答应了 第二天冯世杰拉着小丹和欧阳前往王庙村 不过他们并没有先去村里 而是来到了果园 王庙村乃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 冯世杰醉翁之意不再久 他想通过小丹接近丁元英 给他指条发财之路 虽没有明说 但小丹心里十分明白 看过叶小明做的音箱和跪驾 让小丹十分满意 一番折腾之后 小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音响 他听着这首《天国的女儿》 让他不自觉想起了丁元英 他不敢和丁元英联系 心里的痛苦一直伴随左右 15天之后 小丹重回刑警队 也许是命中注定 这场抓捕黑恶集团首犯的行动 将彻底改变小丹和丁元英 两人之间的关系 一颗臭蛋让小丹死里逃生 他来不及犹豫 一个漂亮的过肩摔将其制服 就在这时 另一名歹徒突然出现 被小丹一枪毙命 就这样 小丹凭实力和运气 一举端掉了马王黑恶集团 但他也感到了后爬 如果那颗不是臭蛋 自己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就再也见不到日思夜响的丁元英 一想到这里 小丹的心里泛起一阵阵脚痛 情不自禁拿起电话 鼓起勇气拨通了丁元英的号码 听到丁元英的声音 小丹忍不住放生痛苦 小丹的伤心让丁元英不能坐视不管 现在是他最需要他的时候 了解了小丹现在的位置之后 丁元英做出了一个男人 现在该做的事情 他要和小丹见面 话刚说完 丁元英即刻出发 这也让小丹伤痛的心得到了一丝丝安慰 一个女人要想在男人的生命里永恒 要么做她的母亲 要么做她永远也得不到的一个红颜知己 说到底 红颜知己包含了很多东西 爱情太短 婚姻太闷 只有红颜知己才长久 半个小时之后 丁元英打着伞已经来到了路口 小丹停下车 不顾倾盆大雨 此时她的眼里只有丁元英 不顾一切扑向了她的怀中 丁元英也打破了心里的魔咒 毕生得意红颜知己足矣 两人的情感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剩下的就是顺气自然的事情 此处省略一万个字 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丹幸福的沉浸在这一刻 也多么希望时间能定格在这一刻 由于还有药物在身 小丹来到了警局 首范王明阳抗拒从严让警方没了办法 看到这里 让小丹想到了丁元英 晚上两人吃饭的时候 小丹听到了一个新词文化属性 那就是任何一种命运都是文化属性的差 强势文化造就强者 弱势文化造就弱者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极为天道 小丹虽然听不懂但觉得十分牛逼 什么是文化属性 没有破产三次的人是听不明白 丁元英举了一个例子 文化产业 文学影视是巴勒灵魂的艺术 如果文学影视的创作 能够破解更高思维空间的文化密码 那它的功效就在于 起敌人的觉悟 震撼人的灵魂 这就是众生所需 就是功德名利市场 精神拯救的暴力 和毒品麻醉的暴力 完全等值 他没有像贩毒那样需要耍花招 没有心理成本 也没有法律分享 说到这里 小丹顺势问起了歹徒王明阳的事情 怎样让一个心里有主的歹徒开口说话 丁元英思索片刻说道 这个人需要的是一个结局 一个人最终的句号 也就是灵魂归宿感 灵魂归宿感 这是人性本能的需要 是人性 你可以帮他找一块干净的地方归宿灵魂 他不需要忏悔 他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忏悔的理由 如果他不需要呢 文明对于一个不能以人字来界定的人 无能为力 有了丁元英的指点 小丹担任起了王明阳的审讯员 此时的王明阳仍然是头倔驴 他认为警方的无奈是他不出卖同伙的道义感 小丹也早有准备 从人的属性打开了突破口 神是什么 神祭道 道法自然 如来 神就是道 道就是规律 规律如来 容不得你思议 按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 神祭道 道法自然如来 凭借着从丁元英那里学到的东西 让王明阳找到了心里的那块净土 审讯成功并没有让小丹感到高兴 不禁自问丁元英又怎么知道王明阳会开口 小丹在河边想了很久 脑海中浮现出亚文说的话 是魔是鬼都可以 就是不是人 意思是想一个人亲近亲近 他的每个毛孔里都渗透着对世俗文化屈高临下的包容 丁元英这种人对女人没有意义 是女人就有贪嗔痴 没有贪嗔痴的女人 是天国的女人 想到这里 小丹心里出现一个连他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决定 于是他找到丁元英 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你是魔 是极品混混 这说到了丁元英的兴奋点 他告诉小丹 如果真把这件事看悬了 那当真会出魔了 神是道 道法自然如来 这些连我自己都没明白的东西 居然把王明阳给蒙住了 你不只是会霸了铜板 还会霸了灵魂 此时的小丹才明白 他俩根本不是一个精神世界的人 顺着这个话题 丁元英继续说道 明白了这点 小丹向丁元英提出要一个礼物 他要让丁元英给他创造一个神话 随后两人来到了王庙村 他让他在王庙村写一个脱贫致富的神话 他知道留不住他 让他在这里留个念想 证明两人真的爱过 为了给小丹缔造一个神话 丁元英来到王庙村走访 村里有制作音响机架的作访 有会木匠活的志明三人 有在翻沙场干过的国政 有在机械修造厂干过的刘大爷 冯士杰把这些人召集到了一起 丁元英先了解了他们的基本情况 村里的地够不够重啊 我出去一两母地 够啥呀 够重就能到了 就算有地 那现在种地还有啥转头呢 折匪拿匪了一扣啊 最后能挪个天魔肚子就不错了 我觉着呀 还不如出去打工来 我出去打了三年工 罗主上 你也得能招到货 就是招到了货 你也得能拿到工钱 更拿到了工钱 无非持住一处 还剩几个 打工的太多了 要是找不到货 还得往里配来 这些话让丁元英心里也有了底 不过他还是告诉叶小明和冯士杰 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是两回事 现在投资方风险控制和资本权利的问题摆在面前 投资方至少应该持有51%的股份 在这个前提下 投资方才可能电资 不管电资多少 冯士杰和叶小明两人的股份总额也不会超过49% 两人哈哈一笑 有人投资就是好事 这个机遇对他来说可遇不可求 得知要干一番大事业 唯利是图的刘斌也想分一杯羹 一觉醒来 他对丁元英是个高人产生了疑问 一个穷的卖唱片的人拿什么投资 会不会是一个骗子 但他又害怕失去赚钱的机会 于是找到丁元英登门拜访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丁元英告诉他 不是我控股 是投资方控股 如果这件事情有条件做 我在资本和冯士杰他们之间只是一个媒婆 所以只要他们同意就没问题 这让刘斌喜出望外 而丁元英的计划正是利用音响杀附计评 他把目光放在了北京召开的第13届国际音响展示会上 就在这时小丹赶了过来 他见丁元英整天研究音响市场疲惫不堪 主动给他按摩头部 顺便问起了进展 得到的答案是十分肯定 但也是个错误 小丹却持不同意见 这件事要说也算是扶贫 只要在合法的范围内竞争就不算违反 解决了这个问题 接下来就是人员配置 丁元英知道一旦计划开始 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控制权 到了关键的时候就无法控制 现在必须有一个人当名义股东掌控权局 于是丁元英找到了欧阳雪 从人文背景 出资能力 平等身份这三个条件来看 欧阳雪在合适不过 而作为条件 盈利归欧阳 亏损则属于丁元英 欧阳则承诺协议保密 欧阳没想到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坐收红利 作为小单的好友 他爽快答应了 决定出资一百万成立公司 随着格律师预备公司的成立 欧阳雪逢世杰 叶晓明和刘斌成为了公司的股东 这天丁元英在王庙村召开了 股东预备扩大会议 并请来王庙村小学的赵老师做会议记录 村民对村里的生产条件和质量产生了质疑 这和城里的正规生产商根本没有可比性 丁元英根本不慌 至圣的法宝就是村民不怕吃苦受累的精神 生存法则很简单 就是忍人所不忍 能忍所不能 忍是一条线 能又是一条线 这个两者之间就是生存空间 如果我们真能做到忍人所不忍 能忍所不能 那我们的生存空间就比别人大 这个市场竞争的确是非常厉害 胜负往往就是在好里之间 两败俱伤 如果你比他多一口气 你就是赢家 丁元英的一番话让村民毛色顿开 像给王庙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就这样 村民热火朝天干了起来 很快在王庙村村民的干劲下 第一款音响诞生了 优质的做工让丁元英十分满意 紧接着在亚文的帮助下 在北京以24万的价格租了一间门面房 韩楚风得知欧阳在北京租仓库遇到了困难 立即把这件事交给了马总 马总承诺正天大厦赴一楼二楼的 千亭的仓库随便挑 租金直接砍一半 而他们这么做 也都是还丁元英一个人请 解决了所有问题之后 葛律师音像店按照丁元英的计划 在人们不经意之间悄然开业了 没有锣鼓喧天 没有任何形式的开业 也是丁元英计划的一部分 太过张扬就会引起乐胜公司的排挤 目光短浅爱张扬的刘斌 对这一切十分不满 奈何自己没有实权只能接受 不过还是在开业当天卖掉了几套机柜 营业额3600块 紧接着叶晓明按照丁元英的指示 对音响申请了十几项专利 并全都通过 从根本上杜绝了抄袭 有了专利的保护 第一台格律师音响终于在市场上面市 但11600块的价格 还是吓退了不少顾客 不过一切都在丁元英的掌控之中 与此同时小丹带着任务赶到了法兰克福 如何让一套成本 只有3000多的音响翻八倍 丁元英告诉你答案 他给在德国的朋友老郑送去了一套 然后让权威性机构进行测评 优质的性能让格律师音响 在德国站稳了脚跟 紧接着格律师音响 参加了五国十款音响大测评 就算失败也能落个第十名的成绩 紧接着丁元英乘胜追击 安排叶小明向乐胜公司订购喇叭和分频器 每个月一百套 期限为一年 由于交易额巨大 代理商老马担心会冲击乐胜的市场 于是向总公司做了汇报 其中叶小明乘坐的北京牌照的宝马车 引起了总公司的注意 经过调查 他们查到车主正是郑天集团总裁韩楚风 是韩楚风送给一个叫丁元英的朋友使用 而且叶小明他们三人都和丁元英 韩楚风也没有联系 这就扰乱了乐胜公司老总林玉峰的判断 他认为凭借格律师的实力根本没法和他们越胜等 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给他们 但不是每个月一百套 是一年一次的一千套 价格上可以多做的老重 要让他们算起来 比每个月近一百套划算 往一千套里赶他们 如果是一百套的零打碎锹 这点生意就不得了 他们真想要 就把柜台拿零售价去 林玉峰认为 国内的音响没有过硬的品牌 很难在欧洲立足 这么贵的价格在国内也无人问津 如果一下给他们一千套 卖不出去笑话的就是他们 如果再想退货 到时候乐胜公司就可以随意改家 这种买卖稳赚不赔 林玉峰信心满满 殊不知这个决定让他后悔终生 有了乐胜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妙村村民夜以继日加班加点 为出国欧洲和北京音响展做着最后的准备 但高昂的价格也让刘斌他们泛起了嘀咕 开业至今没卖出一套不说 还得倒贴房租 叶小明虽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就这样带着一度火 格律师熬过了九个月 转眼就到了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 期间音响也没有卖出去一套 叶小明他们对这次展示会 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 叶小明和丁元英取得了联系 谁知丁元英让他们这个时候开车回古城 叶小明判断一定是有什么 根本冲突的大事将要发生 市场都知道 咱格律师音响 用的是月胜旗舰的两副套件 如果他把价格 降到跟月胜旗舰一样 或者比他还低的话 真够狠啊 也真够阴的 但是他惹错人了 注意看 这个男人贴了一个告示 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原来原价是11600块的音响 瞬间降到3900元 让一直观望的发烧有来的精神 纷纷涌入格律师展厅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 斯雷克老总的耳朵里 由于格律师音响用的是斯雷克的工坊 老总立即意识到发财的机会来了 当场宣布 500对格律师音响能给咱们带来一笔几百万的生意 在展示会期间 咱们这三款机器的价格下调3% 而这都在丁元英的意料当中 用斯雷克当打手的计划成功了 两家同时降价 打了乐胜公司一个措手不及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 丁元英紧急把叶小明他们从北京召集回来 宣布在展示会期间 将格律师音响降价的决定 冯士杰第一个就不同意 得知只有3.2%的利润 当场就不干了 叶小明对这个降价也相当愤怒 明显是一种不正当竞争 丁元英的理由也很简单 只有这个价格 积压的音响才会销售一空 理事这么个理 但叶小明认为这样做 对乐胜公司来说是恩将仇报 丁元英告诉他 商场如战场 格律师购买乐胜的组件 也只是双方的一笔交易 此时的叶小明已经忍无可忍 他知道这样做肯定没有好结果 开始对丁元英不信任 这就是丁元英的高明之处 他早就预料到这帮人会产生分歧 才把实权掌握在欧阳雪的手中 欧阳雪又听从对丁元英的每一个决策 牢牢掌控着局面 叶小明的反应也是一个常人该有的反应 毕竟他没有丁元英的高瞻远瞩 在欧阳雪和丁元英面前只能忍气吞声 这才有了格律师影响销售火爆的场景 两对箱子的钱还没有乐胜一对的鬼 也让消费者认为乐胜的产品定价太黑 十天之后 乐胜老总终于坐不住了 赶摸老虎的屁股 决定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格律师 提出诉讼要求600万的赔偿 当叶小明拿到乐胜公司的起诉通知书时 做出了格律师面临灭顶之灾的结论 和冯世杰刘斌商量之后 三人决定退股保全自己 败诉了 我损失7万不说 我还得欠欧阳雪替我垫资的18万呢 18万啊兄弟 我哪年哪月才能挣得来呀 我哪年哪月才能还得清哦 败诉了我还得欠欧阳雪13万 不操 跳楼吧 这三个刚刚扒上几年的人 避封600万赔偿的起诉书让他们害怕 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们决定从公司退路 欧阳雪知道后并没有为难 当场就把股份折成现金给了他们 不过冯世杰留了一手 他把王妙村核心机械设备欠的钱 转到了他的身上 以此来保全村里建立起来的生产体系 刘斌虽然不是股东了 却要求继续在公司打工 直接接替叶晓明的工作 达到了有效避险和保留希望的双重目的 妥妥的一个心机难 你小子真不要脸 我也想要脸 可我真舍不得撒手这辆车 舍不得这种生活 这种生活真的太好了 扛不住 成也丁元英败也丁元英 三人决定和丁元英打声招呼好聚好散 冯世杰在叶晓明的怂恿下 稀里糊涂退了谷 不有感慨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算是个啥东西 丁哥吐个啥 欧阳雪又吐个啥 我晕 我快晕死了 你晕 我倒 现在说这些个多没劲呢 当初牵协一支钱你干嘛不说呀 咱们仨啊都属于那烂泥扶不上墙的祸 倒 我连晕带倒 冯世杰对这一切后悔不已 但叶晓明却一意孤行 一转眼两人找到了丁元英 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丁元英并没有感到意外 对于这些井底之蛙 刚爬到井岩就被外面的世界吓退 小家子气 没见过世面 丁哥您多帮我 说完叶晓明转身离去 但冯世杰心里却不是滋味 当初死皮带脸请求丁元英帮助 现在却一声不吭退了补 说了一声对不起便转身离去 丁元英并没有说一句话 因为这就是文化属性的产物 他们前脚刚走 欧阳雪拿着起诉书找到了丁元英 丁元英告诉他先应诉 如果败诉只能和乐胜合作 省事 如果胜诉公司就值钱了 理事这么个理 但90万的诉讼费让欧阳雪望而却补 丁元英哈哈一笑 打官司不一定要找律师 只要实施求是陈述证据就可以 于是给欧阳雪推荐肖亚文 只要20万他就可以打这场官司 带着全公司的希望 欧阳雪来北京找到了肖亚文 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亚文认为如果能打赢这场官司 对自己来说是个机会 爽快答应了下来 但只有一个条件 不收一分钱的代理费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亚文在空闲时间研究案情 看过材料之后 以亚文对丁元英的了解 他确定这场诉讼是丁元英精心设计的产物 通过诉讼让媒体对阁律师进行报道 从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不管诉讼是舒适营 对公司来说百亿无遗害 慧眼识珠的亚文看到了公司的前景 提出购买叶晓明三人放弃的股份 这与欧阳雪的愿望不谋而合 这个女人在公司股东退股的时候趁虚而入 欧阳雪让她打完官司之后再入股 肖亚文却不这么认为 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 等打完官司 我就不该有机会了 如果可以胜诉以后再入股 以叶晓明他们的资历 他们理当比我有优先权 胜诉以后公司升职 如果按升职后的股价入股 我就得承担更多的负债 如果按现在的股价入股 我得到的就是叶晓明他们理当优先得到 而没有得到的东西 肖亚文高瞻原主 他把事情看得十分透彻 这就是丁元英说的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区别 亚文的强势入股让只会开饭馆的欧阳雪松了一口气 不过亚文还是给他提出两点要求 一是如果他持有51%的股份 一旦败诉他将无力偿还高额的负债 二是如果胜诉 必须把冯士杰吸收进来 因为他是连接公司和王妙村的纽带 只有这样公司才会稳步运营 肖亚文的这个决定也得到了丁元英的认可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 亚文来到王妙村 对生产过程进行实地拍摄取证 与此同时国内影响的龙头企业 上海伯爵公司在这个时候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他们要在格律师和乐胜交换证据之前 打算用650万收购格律师 当刘斌得到这一消息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伯爵公司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巨资收购 几天的时间 让他退出公司的股份变成了70万 心里产生了极度的不平衡 第二天 格律师和乐胜公司交换了证据 当得知格律师是一个扶贫公司的时候 林雨峰意识到胜诉是不可能的事了 于是他找到周建华 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朋友 打算对丁元英下死守 周建华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建华告诉他 杀了丁元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实质 说到底还是面子的问题 另外黑道也不是独家买卖 韩楚风也不缺买林雨峰命的钱 周建华告诉他 你林雨峰是音响界的有功之人 如果杀了丁元英 之前所有的成就都将化为泡影 周建华的一番话让林雨峰醍醐灌顶 但作为老朋友 他还是把一把手枪给了林雨峰 那么林雨峰到底会做何选择 跑车 香烟 烈焰红唇 女警花摇身一变成了名贵花棒 这身派头也是相当的棒 瑞小丹这次的任务就是 取得原明川银行行长 吴承祥情人沈南的信任 挽回几千万的财产损失 他化名下雨 伪装承在国际上专业洗钱的林青的情人 住进了广州的一处高档别墅 无论从服装化妆品 小到一个打火机 小丹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这天 沈南终于浮出了水面 他受吴承祥的命令主动 接近小丹进行摸底试探 从第一眼 沈南就被小丹的气质深深吸引 从严刑举止到穿着打扮 沈南并没有产生怀疑 他这次来就是受朋友之托 把林青从国外买的打火机转交给小丹 小丹从箱子里拿出打火机 这个打火机真漂亮 你先生可真疼你啊 为了取得沈南的信任 小丹一本正经的说道 你朋友没有告诉你吗 我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二男 这让沈南也有些肝打 谁的青春没有犯过错 接着便开始了试探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 为钱 你这么漂亮又有才气 可以出国呀 也可以嫁个有钱的男人啊 外国不是我们家的厨房 不是我想进就进 有钱男人也不是菜市场的鸡蛋 不是我想抓一个就抓一个 小丹一番颇有哲理的话 让沈南十分尴尬 毕竟小学毕业的他也听不懂这些 两人聊了七七四十九分钟之后 沈南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准备离开 两个同道中人在一起难免惺惺相惜 小丹开着豪车把沈南送到了他的健身房 这天沈南主动请小丹吃饭 在吃饭之前 沈南替小丹交了电话费 小丹并没有因突发事故露出破绽 而是拿出一百块钱给了沈南 原来沈南约小丹出来 就是希望陪他出去旅游 我老家在陕西勤谷 小时候跟我父亲回去过几次 只知道那地方穷 却不知道还有户口户部 黄帝林这么有名的地方 我想去陕西玩几天 去看看兵马友 答应他 再看看户口户部 尝尝正宗的羊肉泡沫 顺便回老家看看 小丹并没有立即答应 这件事必须征求林青的同意 于是当着沈南的面波通了电话 这个答案让沈南十分高兴 但他却不知道这一切都在警方的计划当中 小丹也没想到这次会和丁元英阴阳两个 第二天两人先在兵马俑逛了一天 随后辗转来到了延安 到了下午 沈南让小丹一人出来游玩 目的就是试探这边是否安全 确保吴承祥在广州能顺利转移赃款 小丹以一个旅游者逛遍了几个警区 因为他知道周围一定有人在盯着他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在这双眼睛的背后 警方正监视着这双眼睛 确定没任何问题 第二天沈南带着小丹回到了秦谷老家 与此同时警方没费一枪一弹 在广州将吴承祥及同伙抓捕归案 三名警员连夜出发赶往秦谷 志愿小丹抓捕沈南和沈南吃过晚饭之后 小丹一人回到了招待所 也就在半夜 他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我和黄文贤住在二楼二楼七房 你来一下 咱们把工作商量一下 你们怎么知道沈南今天不在这 下午延安那边一行动 就通知秦谷公安局把沈南监控 我怎么会不知道 随着吴承祥的落网 小丹卧底的任务圆满完整 警员把手枪给了他 第二天小丹找到沈南表明了身份 成功将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小丹本可以平安回古城 但却在送一名警员家属回来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女警在路上和通缉犯黄福海迎面撞见 瑞小丹没有表现出异常 在他的车超过去的时候 黄福海的小弟也发现了他 却被黄福海拦住 此时小丹给丁元英打去了电话 说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丁元英没有说一句话挂了电话 他从小丹的话中听到了告别 随后小丹向刑警队做了汇报请求支援 接着在不远处的地方停下了车 将手枪上了膛 此时歹徒已经换好了轮胎 当他们准备走的时候 看见了远处的警车 小丹看见只有一名女警 决定先发制人 而抓捕歹徒是警察的天职 一人一枪怎么也都不过四人四枪 小丹决定利用地形 打掉歹徒吉普车的轮胎 给增援的警察赢取时间 于是他把座椅放倒 等吉普车经过的时候 小丹迅速下车 连开三枪打爆了一个轮胎 在黄福海没反应过来之前 小丹发动车辆 朝相反的方向开去 拉开一段距离之后 再次停下了车 这时黄福海想到了一个点子 他让小明下车吸引警察的注意力 然后趁机干掉 小丹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但对方没有亮出武器 又不能轻举妄动 在这关键时刻 小丹举枪朝空地开了一枪 小明本能掏出了枪 正好中了圈套 被第二枪击毙 此时小丹迅速上车 躲过了三人猛烈的进攻 又开了一段距离 小丹停下了车 这时黄福海也反应了过来 认出来了瑞小丹 他也承认自己 就是悬赏一百万的黄福海 并试图用三十万收买小丹 被小丹果断拒绝 黄福海立即露出凶恶的一面 边跑边对小丹开枪 两条腿怎会跑得过四个轮子 小丹把三人溜得大声喘着粗气 于是三人改变策略往草地里跑 小丹开车紧随其后 黄福海知道这不是办法 能跑一个是一个 身绑炸弹的建军心里十分明白 决定充当炮灰保全大哥 于是假装丧失李治向前方跑去 被黄福海一枪打倒在地 接着两人仓皇逃窜 这一幕也让小丹十分疑惑 他下车慢慢朝歹徒靠近 突然 一声巨响 歹徒引爆炸弹和小丹同归于尽 此时小丹双腿被炸断奄奄一息 他艰难地向车子爬去 准备打爆轮胎 断了黄福海逃跑的念头 黄福海把双腔扔到地上 接着脱去上衣表明身上没有武器 小丹并没有理会 这反而给抓捕黄福海提供了机会 黄福海以为自己手无寸铁 警察不会朝他开枪 禁止朝小丹走去 在这生死关头 小丹果断开枪打中了他的一条腿 小心我 我真的是来救你的 与此同时 增援的警察已经赶来 黄福海知道插翅难逃 于是让小丹给他一枪来得痛快 小丹凭一己之力制服了歹徒 看着赶来的大部队 想起了和丁元英在一起的日子 想起了对丁元英说过的话 我就躺在你怀里 听音乐 听你给我讲天国 讲地狱 我就这样悄悄地死在你怀里 我的坟头上 开满了细碎的不忘我 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 手里拿着一枝花 在我坟前默默助力着 我就永远活在你心里了 乖 我以后不能再讨你了 你自己去找吃的吧 说完这句话 小丹失血过多英勇牺牲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天的落日时分 此时在古城的丁元英也有了不好的预感 理性让他心里有了一种失去的绝望 得知小丹已经牺牲 丁元英心如死灰 他把小丹的死讯告诉给了欧阳雪 小丹没了 没了 情同姐妹的小丹瞬间阴阳两格 让欧阳雪和亚文一时难以接受 心如刀脚瘫坐在地上 而丁元英伤心过度吐出了鲜血 这一刻他才明白伤心吐血并非文人的夸张描写 三天之后 警方在琴谷给小丹举行了追悼会 而丁元英并没有来 小丹父亲认为 丁元英在当时接到小丹电话时没有劝阻 心里根本没有小丹 于是把他拒之门外 这也是丁元英一辈子的遗憾 没过多久格律师和乐盛的案子如期开庭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 格律师在这场官司中胜出 与此同时乐盛老总要找丁元英做个了结 于是他找到了韩楚风 韩楚风也十分明白他的来意 便把丁元英在古城的地址给了他 当林玉峰敲开大门 丁元英已经预想到这一刻 面对林玉峰举到脑门的枪口 丁元英镇定自若 慢慢向客厅退去 当丁元英喝下茶的瞬间 林玉峰举起了枪 他被丁元英不怕死的劲儿折服 又放下了枪 在和丁元英的谈话过程中 林玉峰书的心服口服 他感叹丁元英杀父济平设计精妙的同时 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差一招 他无法面对败诉之后的局面 于是开车来到盘山的公路 他不想被人发现是自杀 一直开到疲惫不堪冲下悬崖了却了生命 随着格律师胜诉 一夜之间名扬四方 丁元英完成了他给小丹缔造的神话 在离开之前 在格律师和乐盛合作的敏感时期 他找到刘斌 在两人谈话的过程中 丁元英知道此人并非真心为公私 于是把推翻这场官司新的证据交给了刘斌 这些证据足可以让格律师一蹶不振 丁元英意味深长的一番话让刘斌欣喜若狂 格律师的胜诉让刘斌与锦绣前程失之交臂 他决定报复力挽狂澜 于是在两家公司签约的半小时前 刘斌找到欧阳雪 用证据进行威胁 如果不给他公司20%的股份和经理职位 就将证据公之于众 欧阳雪果断拒绝愤怒离取 谈判失败让刘斌打开了文件带 这才发现里面装的只是白纸 一时接受不了心理巨大的落差 刘斌从20层一跃而下结束了生命 随着乐盛和格律师公司以及王妙村正式签约 丁元音完成了他在古城的使命 完成了对小丹的承诺 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悄然离开了这个城市 大哥 你又要挨吗